在現在的許多的醫學手術當中 你看到這些的景象或者影片的話 你會覺得說看起來有點噁心 而且看起來有一點覺得恐怖 可是呢 這是一個正常的醫療的過程 但現在呢 其實從古代的希臘 一直到現在的20世紀的時候 有些醫療的模式 你看到會覺得為之驚嘆 因為這些的醫療方式 都完全超乎正常的 醫學倫理 這些方法的醫療模式 你會覺得有點更誇張 不誇張 不誇張 有圖為證 所以以前 我們說古代華陀要幫曹操 頭上開個洞治病 那叫什麼 叫說好像是 華陀自己說的叫風險症 就是說你必須給我 讓你在你的腦袋上開洞 直接腦袋開洞 不然你的偏頭痛一直都治不好 我是講真的 所以那當然 但是曹操不相信 然後認為他害他 當然不相信 那古代我把你腦袋開個洞 豈不是要了我的命啊 好 16世紀的文獻 西安文獻 真的是可以把你的腦袋上 打開一個洞之後 然後怎麼樣呢 怎麼樣呢 可以讓你的神經血管 慢慢慢慢回復正常之後 我再把它給縫回去 紓壓 紓壓 把壓力釋放出來 你就不痛了 所以說這個並不是隨便亂說的 這可以追溯到新時期時代 不然大家看 畫面就知道 這也不是拿槍去打的 這個是古代的巫醫 它真的是在你腦上鑽個洞 然後要幫你治 偏頭痛 精神方面的疾病 以及最重要的是顛肩症 所以從那個時代 就已經有這樣的醫學根據 叫做環聚術 我們的華陀當時用的也是 東方的一種環聚術 所以說這麼大的一個洞 不可能是任何的兵器所造成的 這裡也是 對 這裡也是 它不可能是因為說 我今天是處死這個人 這一定是在古代的醫學上 有相當的根據的 好 我們看過環聚術之後 我們要再看看 有一些的近代的什麼 醫生他們認為說 這個頭痛 偏頭痛 不僅僅是環聚術可以 還可以用什麼 用冰錐 冰錐 冰錐 其實冰錐在人類歷史上 已經非常久了 好幾百年的歷史了 認為他可以說 立剛 你是偏頭痛嗎 來 你這個 我在你的眼窩旁邊這樣 直接敲 敲 越敲越大力 然後敲到你不能忍受為止 這樣子 這坦白講 16世紀的醫生 沃特弗里曼他真的用了這個技術 治好了不少人的偏頭痛 但是會有一些副作用會造成昏迷 會昏迷 會昏迷 是敲自己太用力了嗎 不是 因為在敲的過程之中 弗里曼醫生認為說已經產生效果 所以你會昏迷 但是他有講 不保證 如果超過10分鐘你沒有醒來的話 那家屬可不能怪我 你就要自己負責了 因為他再也醒不來了 好 OK 這個是 風險性就在這個地方了 對 他還是有風險 但是還是有人會相信 這個是有效的 再來就看一個更不可思議的 中12世紀 就是距離現在已經將近有1000年了 我跟你講 埃及人怎麼治他的 就是外傷 或是治咳嗽 是用磨碎的木乃伊粉末 為什麼 磨碎的木乃伊粉末 對 非常有效 我跟你講 有點恐怖吧 有點恐怖 但是這個木乃伊還有分貴賤的 怎麼講呢 阿拉伯人你要知道就是說 現在的埃及這附近都是阿拉伯人 對不對 可是阿拉伯人從來不認為 古代 上古時代 創造埃及那個璀璨文明的 這個人是他們的老祖宗 他們不認為 所以用這個木乃伊來治病 把它磨碎 把它買來 就是說 有時候你從挖起來 然後跟商家買來你知道嗎 或是到來都可以 他們幾百年來上千年 都認為非常有用 可以治什麼 可以治咳嗽 可以外敷 也可以內敷 而且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比較好一點的 你就要跟貴族的後代買 為什麼你知道嗎 貴族的木乃伊包得比較好 而且裡面沒有沙子 那平民百姓的木乃伊 裡面有沙子 而且布都快壞掉了 你想想看 立岡 那個木乃伊幾百年幾千年 把它磨成粉末 抹在你的傷口上 或是泡了藥酒叫你喝下去 戴立岡先生你喝得下去嗎 我覺得怪怪的 你覺得怪怪的 我聽起來就覺得怪怪的 在現代埃及還是在盛行之中 還在盛行 對 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更不相信的是什麼 醬蟲 類似像寄生蟲的一種動物對不對 到人體裡面 我跟你講 醬蟲會附著在哪裡 腸道之中 這是最好的減肥藥 這個藥 可是我們絕對 可是就像蛔蟲一樣在你肚子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鼓勵觀眾這樣做 為什麼 如果你腸道之中有了醬蟲 你會日益苗條 80公斤的女胖子 會慢慢慢慢瘦到只剩下45公斤 因為你的養分都被她給吸收掉 她比你還會吃 她寄生在你的腸道裡面 你吃什麼她吃什麼 結果你吃的東西都沒用 因為全部被她吸收了 都被她給吸收了 然後你會肚子越來越大 然後你肚子越來越大 身體越來越瘦 身體越來越瘦 好像看起來好看了 但問題是你的健康越來越糟糕 而且你看這個不是開玩笑 這個在中國大陸有些鄉下地方 還有人在用這種東西 什麼 還有人在用 不是 不能這樣講 就是沒有執照的大夫 坊間的醫療方式 坊間的醫療 她還在用這種醬蟲來幫女生減肥 還自誇說是自然天然減肥法 所以說就這麼奇怪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放血 大家都聽過了對不對 放血是很常常見到的 其實放血是專門用在說 女性的月事來潮的時候 因為常會產生情緒問題 放血就容易排毒 OK 好 那還有這個要特別講了 蝸牛 蝸牛 這也是16世紀的文獻 蝸牛是什麼 蝸牛是治療肺病的最佳上品 而且你看畫面中 就是這種清晨剛起床的蝸牛 你把它的黏液 你把它敲昏了 把它黏液取來 然後用一磅的蝸牛肉跟半磅的糖 貨在一起之後 貨在一起 貨在一起 他出疾了後你就把它喝下去 什麼咳嗽 什麼 就那種就肚子痛 肚子脹 通通都好 擺定都除 最後一個 我跟你講 最厲害 電療法是製什麼 是男人養尾的秘方 重新尋回你的男性雄風 可以讓你年輕15歲 以色列的醫生 現代醫生 到現在都說這是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電療法可以 怎麼樣 形成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 生殖器上面的血管增生 所以是有科學根據的 可是還是不建議觀眾用 因為衛生署可是會開閥的 世界上的事情 真的是千奇百怪 無奇不有 在美國有一個洋娃娃 火燒不壞 但大家說到她是不是被詛咒了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因為海洋華人 不會不認識 而且還給你 この信息 不會太好了 因此